大部分朋友玩苏烈都习惯一级学一技能 是吧 伤害高 但是其实苏烈他一级是可以学二的 一级出个铁剑 二技能把三个兵线推到一起 怎么还卡了 不过问题不大 对线马超这种英雄 学二技能就没有任何问题 升到二级之后 一二技能同时好 打完一套之后 看到没有 再把他顶到墙上 他瞬间就残血了 这马超还想反抗两下 殊不知我的一技能又好了 直接玉塔拿下 看到没有 轻松 一血但是没有赶上 不过也是轻松拿下 现在残血了 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想回家 我告诉你们兄弟们 完全不用回 把河线砸了 我还能再杀马超一次 马超手里有急跑 看我这点血量他肯定是要上的 直接退过去 哎 没推到 不慌啊 强化普攻留在手里 连人带兵一起砸 调整身位 连人带兵一起 目的就是为了压他的血线 他肯定是不会走的 因为他血量是很占优势的嘛 被动一仗 清掉兵线 买出提建 顶到墙上 刚复活有攻速加成 三段强化普攻 哪下 哎 哎 哎 就是我开头 这个大棒没有顶到他 就差了那么一类类的伤害 那马超没死 我死了 毕竟残血苏利 想打赢一个带机跑的蛮血马超 必须要细机全部做到位 不能有失误才可以啊 不过没有关系 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马超他是不可能打得赢我的 出去 三段强化普攻 对啊 这波如果能跟上的话 大招即飞二斤的上枪 就把他秒了 但是被他给戳出去了啊 我现在没有被动 马超就有想法 哎 卡了 什么破网络 这 空了一个广告位啊 那卖手机的或者是麦克 卖流量卡的都可以找我一下啊 草丛序利 马超回来清兵呢 大招 哎 你这 没有关系 一技能三成强谱 击飞二技能顶到墙上 一两下 哈哈 他死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 有一把游戏 每次打对面都差那么一点点 那这把游戏是九成要输的 你看我这一个大招击飞两个 司马懿过来 他在干什么 他在A空气 你看到了没有 他撑接了个炮车啊 不是 你个司马懿是有大棒恐惧症 是不是 你看见苏联就不敢上了 是不是 呃 不过还好啊 你起码还过来帮我踩了个灯啊 让我顺利复活了 这马超他知道我没有大招 没有被动 想过来开机跑 干我一顿 我就不信 我这波还能再差一点点伤害 粘着他 闪现拉开 小兵 打死他 打死他 哎呀 又没死他 尽管每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尽管队友没法跟上 尽管网络还很差 一切的一切都想让我舒适吗 兄弟们 全体不光 像我看体药 看我看我 我宣布个事儿 我是个傻 没毛病 没毛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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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